这个是设计模式 如果你要执行的话就是按压执行 执行模式 这个是执行模式 关闭之后又回到设计模式 这个模式切换 那 要执行之后程式这个地方资料才跑 才会run 否则的话你在这设计模式他不会这个地方没办法去下拉的 另外就是这个表单的当然我们执行 还是要在那个Excel里面之一所以最后要让Excel跳 要让表单跳出来 还是需要增加一个按钮 让他怎么样秀出来 否则的话这个表单秀不出来的这个 是比较麻烦的部分 不过前面我们有讲过就是 怎么样让他秀 那执行之后的话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点下去之后 数量给他五个好了 比如买了五个茶叶 然后小季要出来要到哪个地区 按下确定之后我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计算小季 小季就要计算出来 那小季要怎么计算出来的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怎么样呢 把这个 乘这一个 就得到这一个 对不对 但是特别注意啊在 Test里面的资料形态它是 它是文字 那如果你要变成数字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你可以把它转换 转换为整数的 那转换为整数前面好像有讲过各位可以把之前的 范例再回头看一下 基本上我的程式就是按下确定的时候 就触发一个click 对不对 那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怎么样 我要把这个词 放到这里 你可以思考这样 这个这个叫什么 LBL D 就是这个 对不对 放在前面嘛 然后呢把这一个 这个指的是这一个 这个指的是这一个 然后要什么 相乘嘛 对不对 那要 当然 最好是可以先转换 因为它原来进来的是一个Test 是文字 那文字乘文字很奇怪 通常最好是怎么样 把文字转换为什么 一个整数 那转换为整数的话 你可以用 CLNG 或者另外一个叫CINT 都可以了 CINT 这两个其实都可以转换为整数 只是说 CLNT转换的整数 数值比较大 好 最大可以到21亿多了 那这个是 INT的话 是到3万多 所以如果你的值 超过3万多的话 就会产生错误 好 所以还是用 LNG 来转换 会比较安全一些些 尤其你数值比较大的话 用CLNG的话 Long 就是会 安全 转换之后的话 转过来 当然这样撰写是直接把值取出来再相乘 另外你可以宣告变数 我们前面有宣告 有些题目是宣告变数 就是一个X 一个Y 然后你丢到XYZ 再来 做运算也是可以 就是看 那当然就是说那种方式会多 多写一行程式 如果你比较想说 程式简洁一点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就 在这边做计算 OK 那再来 这个地方 如果新增一笔资料 如果做编号 我想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那新增一笔资料要先了解什么 就是说 如果什么呢 然后第 再来就新增 这我想跟前面那个 我们讲过的那个 程式 差不多 所以各位要先思考 就是 我先把它停止 然后我们先来看 就是 你可以模拟 这个 这个地方 然后Ctrl向下 如果到这一笔的话 不是 那如果是 第一笔 就1048576 所以 我们可以 B1当成是 我们的判断依据 那程式的撰写的话 第一个就是 怎么新增在哪一笔 所以你可以if